台灣跟美國在幾十年來 有很好的夥伴關係 所以我想說這個關係 從大方向來看會持續下去 不會因為這個選舉的變更 而有任何的改變 台積電資深副總 洪永青 以半導體協會理事長身份 出席公開場合 罕見開金口 談及台美半導體 十多年來的夥伴關係 不會因為總統壞人 而產生任何改變 台積電現金之城 儼然是一個人的武林 不過面對性格捉摸不定的川普 科技大佬反照不怕 認為政治語言 未必上任後就會真的行動 在這上台積電全球布局 腳步沒有停歇 除了臺灣 日本熊本第一座廠 也將在十二月正式進入量產 而美國亞利桑那州第一座廠 也將陸續跟進 對台積電來說 更有彈性 應變 局勢變化 不過川普勝選後 美國總統拜登卻急跳腳 這幫一手推出的 晶片法案補助破局 外傳已向台積電 還有美國半導體廠革新 達成約十億美元的補助協議 不過不確定因素仍像不定時炸彈一樣存在 向來區域保守的外資自然也深感警戒 雖然外資悲喜參半 但台積電七號股價表現 人眾逆風前行 囂張五元 售在一千零六十五塊錢 台積電技術領先 成了抗川的最佳護船河 三十月張定常 張浩義 劉富慈 臺北新竹採訪報導